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多月没有给大家见面 也是在往公司注册的一些事情 而且还有本身也有项目啊 各种耽搁 所以说只是为给大家带来视频 在这里说一声抱歉 那以后我们公司主打的产品 主要是板卡测试 视觉控制 还有这个 数据采集三方面的一个业务 那有需要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联系我们 今天还是给大家板数一下 我们的业务范围吧 主要是三个板块吧 三个板块的业务 数据采集 其实这三部分呢 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其实各个部分之间 包括你视觉识别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数据采集 或者说是你在板卡测试的时候 也会用到视觉识别啊 其实这整个过程其实三部分实际上是相通的啊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 也主要聚焦在这三块三个板块 那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联系我们 两个方面第一个大家可以联系来做我们的工程师 对吧那第二个大家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啊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优质的产品 而且是一个合理便宜的这个价格 主要是也是广告就打在这里吧 那还是进入我们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视频教学的这么一个环节 那其实在视频的一个开端的话 大家可以大家听到我这个自己做了一个播放器 对吧已经放出了音乐 大家可以再感受一下 还可以自己切换这个音乐来听 还可以自己切换这个音乐来听 一下这个音乐播放器呢 主要是很多小伙伴们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 而且说你在做到客户设计 或者说是音频的这么一个处理 或者说是音频的这个 当然我这里不涉及到音频的处理哈 或者说是MP3的这么格式的一个播放会有困难 那其实我们Netview里面播放的比较多的格式 实际上不是MP3格式的 实际上是那个WAV格式的会比较多一点 包括我们所有的程序里面对WAV的一个处理的相应的函数也会比较多 那对于MP3的这个处理或者播放的话 就没有类似的一些就没有类似的一些教程哈 所以说我就做一期关于MP3的音乐的一个播放 来给大家大致的一个讲述一下这么一个过程吧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小界面哈 首先看下它就有什么样的功能 第一个是导入歌曲 你可以导入你对应歌曲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显示当前的播放 当前播放歌曲的这么一个功能哈 第三个功能就是说 把你的歌曲列表给拉出来 拉出来了歌曲列表之后 而且你在上面点就可以播放 那实际上大家想想 其实想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整个程序 给大家分界一下哈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程序的内面版 那其实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说 你包括你导入歌曲 对吧 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功能 不显示这个 当前播放的这么一个程序 当前播放的这么一个字符 这其实也是一个功能 对不对 那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列表显示 列表显示 实际上它这里是个数组 我把它做成一个数组 那在这个数组当中 就把你所有的列 全部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我的播放列表实际上是一个数组 然后再把这些歌曲 读取到这个数组里面 然后显示出来 那怎么样去 通过你点击数组的哪一个行 来获取 来获取它的一个位置信息 来做一个判断 播放哪一首歌曲 实际上这是一个 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我们的MP3 格式的音乐 怎么把它播放出来 这是第二点 那今天呢 主要是针对这两个点 为大家分析一下 我这个MP3的 播放器的这么一个 一个小程序 首先来说 在这个里面 首先我们打开帮助 在这个里面 设计了一个货循环 这个货循环是干什么的 我就把所有的文件 就是说把所有的文件里面的 那个那个那个文件夹里面的歌曲 给罗列出来 那这是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 叫罗列文件夹 罗列文件夹 那其实在我们的文件处理里面 这个文件处理的高级的 这个这个函数库里面 就会有这个罗列文件夹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解释 罗列出这个文件夹之后 它就会把里面的一些东西给罗列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直接把这个罗列文件夹 是连接到我的播放列表上面的 为什么用了一个转置 因为因为它原来是一个横排的 一横排的这么一些数数数 我要把它转成竖排的竖排的这个数数 所以我用了一个转置 转成竖排的数数的话 大家看起来可能就更加更加清晰一点 这这这种列表的话就就会有一种下拉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是第一点 然后就导入到我这个播放列表里面 那导入到我这个播放列表里面之后 我怎么样去 在点击某一行的时候 它就会播放某一行的这个 一个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音乐的 那实际上这是一个点 那这个点怎么样去实现 那首先我们肯定是想到属性节点 我们打开一个属性节点 把这个属性链接至 链接至我们的一个播放列表 链接到播放列表之后 它有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 有一个position 位置 位置里面有一个position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位置信息给调出来 那这个位置信息读的是什么 它读的是你的鼠标 在你的 读的是什么 读的你的鼠标是在你的 那个那个那个的显示屏的这么一个 显示屏当中的这么一个位置 就在你这个播放列表当中的一个位置 那实际上你读出了你这个鼠标的信息 对吧 你鼠标信息 比方说你的鼠标在这个范围之内 在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数组的 第一个歌曲的这个显示范围之内的话 那么他就就判定他播放第一个 就是说播放这个数组的第一个 那如果说是你在第二个范围之内的话 对吧 你的鼠标指针在第二个范围之内 那就点一下 那就选择播放第二个数据 对吧 那这样 我们的一点击播放就可以实现了 实际上是 他运动的一个原理 实际上是我捕捉到这个鼠标的这个信息 对吧 我先捕捉到我这个鼠标的位置 鼠标的位置 在判定这个鼠标在不在这个 对吧 在不在你所放映的对应的歌曲上面 如果说这个在这个上面的话 我就判定让他播放这个歌曲 对不对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减去184再除以24 减184是什么 184是 叫到他这个零点 也就是说把鼠标的点 把鼠标的零点 对吧 叫到这个播放列表的右上角 这个位置 然后你的除以24是干什么 是每一格 大约占用24个 24格这么一个量 占用24的这么一个量 所以说 你在 第一个比方说是啊 24在0到24的范围之内 对吧 那我就显示成 第一个 对吧 播放第一个在24到48之内 啊 我就播放第二个歌曲 在48到 呃 48到 64 对吧 我就播放第三个歌曲 对不对 这样依次类推来做的一个判断 啊 那 这个时候就 显示当前播放 当前播放是个什么东西 当前播放也就是说啊 你把 呃 你点击之后啊 把对应的这个歌曲给抓出来 抓出来在显示在这里 显示当前播放实际上是一个啊 数组的一个显示 那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定位到 你的鼠标点在了 哪一个 歌曲上面 对吧 点在哪一个歌曲上面 那怎么样让它播放呢 这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另外一个问题 怎么样去播放这个 这个 MP3格式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音乐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前面板上有一个 有一个叫那个什么容器 容器里面有一个什么 叫那个 链接库 对吧 链接库 大家知道是个 active 呃 active x容器 active x容器 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 是你的liveview 呃 与你的外部函数的这么一个链接口 那你在点击这个右键 就有一个插入 active x 对象 这么一个选项 啊 这个选项 然后你点开就会看到 最下面有一个叫什么 叫 windows media player 你点击 点击它 然后点击确定 对不对 那你这个 调用windows的这个一个播放器 就会被调用出来了 调用出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的 然后把显示称为图标 这个之后 然后你再 拉去一个属性节点 然后把这个属性节点连接至你的 啊 windows media player 在这个player上面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属性 两个属性 设置它两个属性 第一个 第一个属性是什么 是它要播放的url url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url实际上是你所播放的 歌曲的一个地址 叫url 一般它就是url 就是代表的是地址 或者是网址 对吧 那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 之前我们读取的这个地址 对吧 之前我们我们的音乐 所放的地址 给到它就可以了 地址 当然这里涉及到字符串的一些 啊 一些一些那个 拼接啊 只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空间叫做连接字符串 把所有的字符串 首先第一条 你先把原来的歌曲的一个文件夹 对吧 它的路径 把文件夹这个路径 转换成为字符串 转换成字符串之后 再链接 把这个当前的这个播放的这个音乐 文件链接进去 然后输入到你的这个属性里面去 那么它的属性 这个拿一点啊 那么它的属性就会变成 播放的那个对象啊 播放的那个对象就变成了你所需要的这个 这首音乐啊 那这首音乐之后怎么样去播放它 那又 拿出来一个叫什么 叫调用节点 对不对 调用节点也其实跟上面这个一样哈 然后再把它连连接到 原来这边还有一个叫control controls 首先你就是说 你把这个media player media player调用起来之后 你要给它一个你播放音乐的一个地址 好你把这个地址给它之后 你怎么样控制它播放呢 它的属性里面有一项叫control control你就可以控制它播放 那播放是在control下面还有一层属性 因为你的播放属性 不可能是只有一种 对吧 不是你的控制属性 不可能只有一种 你可能控制它的音量 对吧 你的播放 你的停止 对不对 那在这里 又用那个调用属性节点 把这个control的这个末端 连接至这个调用属性 对吧 然后就有pause 有play 有各种stop previous 对吧 下一手啊 前一手啊 对不对 暂停啊 下一手啊 这种属性都在里面 然后 然后你选择play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上面的这个地方了 就变成了我上面的这个程序框梯里面的部分了 play 在这个play的时候 那你什么样的条件 你就要让它运行这个play呢 那就是说你鼠标按下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鼠标在指着这个某一列按下的时候 它就运行plane这个函数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圈圈里一直转 在这个wile循环里面一直转 那它就一直播放 对不对 当你按到别的一个 在别的那个栏 按到按到它的属性的时候 那它就对应的判定 首先 它就它就首先是 当你鼠标按下的时候 它首先是停止 对吧 播放列表上面的鼠标按下的时候 它首先是停止 停止播放的这个wile循环 播放的这个wile循环之后 停止之后 它外面的大wile循环 就会运行起来 外面的大wile循环运行起来之后 它就会又会判定 你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 是在哪一个位置 是在哪一哪一哪一个歌曲上面 它再来播放对应的这么一个歌曲 这就是一个整个流程和方法 那这个程序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做出来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播放程序 但是如果你自己调试 或者说是做出来的话 可能还需要 需要一点时间吧 我当时好像花了一个上午 还是怎么样的 带调试一起带界面美画 一起把它做出来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一首音乐 对吧 大致的听一下 17分钟也不算太久 放一首音乐 试一下我们所播放的这个程序 那我的这个程序 也会共享给大家 到我的那个白度云盘 大家可以去我的白度云盘 当时我把链接的地址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把我这个原程序下来 自己再看一遍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听一下这个音乐 好 我一遍 如果预防 有它防晃的理由 思念将越来越破 你为风中浮现的 从前的面容 已被吹送到天空 我在脚步急促的 常事之中 依然一个人生活 我也曾经憧憬过 后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 我是有那种特别感压的喉咙 唱着荡荡的哀愁 我也曾经做梦过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也会将近尾声啊 也是很久没有见面和大家说话 所以说比较口吃 大家谅解一下吧 对吧 那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加下我的公众微信号 Lablover LABLVER 我会每天在线的为大家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可以来问我 同时呢 有需要合作的小伙伴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公众微信号里面来 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里面 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 带来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